我说 那个高福帅平时那么讨厌 可是 现在我却很舍不得 我外公传授我这个独门绝学 就是让我可以救人积福 可是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面前 我就觉得好无助啊 芸妍 你一定可以的 你问外公可是神医呀 我们都在背后支持你 为你打气 你 待会儿我还要帮她施针 可是 这银针戳了两下管用吗 你知道吗 神医匾雀 也是用这个银针治了好多人的病 所以说 老祖宗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这么好啊 那我也给你学扎针吧 你也想行医救人 什么呀 我才没那么高尚呢 我呢 就想自己给自己看病 还省了我和我妈看大夫的钱呢 雷姬弟啊 这个时候 只有你可以逗我笑 干嘛要哭啊 我就认定了高副帅 一定能够醒过来 听你的 那如果高副帅醒过来了 你还会接受他 嫁给他吗 雷姬弟 你说的什么话啊 再厉害 吵枝 你还不认识啊 还不认识吗 如果是吧 突然你不认识吗 叔叔一 五千万万万地 我再做了什么事 我说是你 你听说是你 高福帅 你说你的父亲 怎么就偏偏是师父的仇人呢 我说你怎么不说 我是分主啊 我说你怎么能在乎 我说你不算是 你没有在乎 他不在乎 你不能在乎 他不在乎 乎你不在乎 行 止乎 courses 担心 早点 对 走 你嗅 要去 你看你 那我去 那我去 师父 你来干什么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从此 我不是你的师父 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师父 我是来请罪的 请罪 如果你真想请罪 就去替我杀了高福帅 师父 徒儿不明白 当年伤害你的人 是高相善 和他的儿子并不相干 您为什么 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当年 高相善不仅伤害了我 还杀了我爹 和我肚子里 刚刚出生的孩子 师父 让我去杀了高相善 我万死不辞 我不仅要他的性命 我还要连他儿子的性命 一起搭上 只有这样 才能偿还他欠我的血债 可是师父 高福帅 和您肚中的太儿 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无辜的 无辜 你给我滚 滚 师父 不要叫我师父 捂了我的耳根 师父 如果您不肯原谅徒儿 徒儿就在这里一直跪着 随你 看来 楚瘾还不知道 我给高福帅扎了毒针一时 这高福帅 此刻恐怕早已命散黄泉 赵菲 我家少爷醒了 我家少爷醒了 我家双月醒了 我家双月醒了 真的 醒了 醒了 云烟啊 你的艺术真是赞啊 大大人了 我们家小姐 可是当代名医 周济世的嫡妻万孙女的 真是太好了 走 我们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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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看来毒素已经被控制住 没有蔓延的趋势啊 云烟姑娘 高升现在怎么样 的确 对 正如罗叔所说的 毒素的蔓延 已经给控制住了 但是 还没有被逼出体外 罗叔啊 看来你的真气得上场了 小疙瘩 赶紧去抓我刚刚给你的药方 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我要亲自去熬药 行 我现在就去 小姐 我来熬药吧 不行 那个药方很讲究 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可以 所以啊 还是我自己来 会比较放心 云烟 谢 谢谢你 救了我 你的病还没有康复 现在要做的 就是乖乖听话 知道吗 这几天的辛苦啊 我们没有白费啊 姬弟姑娘说的对 高雄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雷姬弟 从来都是对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身上的毒还没有退 不能大意了 你让我来 师父 师父 您现在身体正是虚弱之时 您好好休息 我去郎中那儿寻一些滋补药方 不用您好心 我们师徒的情分 早就尽了 师父 无论您认不认我这个徒儿 可是 一日为师 终生为母 您好生歇着 不认我 除愿 我并不是因为 你成跪不起 我才原谅你的 月儿 闻师的心 你到底知不知道 师父 师父 你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就算不能再叫你一声师父 我也要陪着你 照顾你 把身体恢复 别再叫你一声 别再回来了 回来我也不要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师父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你 走 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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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之间爹娘被杀了 妹妹们失踪 你们这帮土匪到底是谁 娘你看什么呀 妈妈看到哪儿了 将军 前面好像有动静 停 接备 接备 快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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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京军 快 踩 爹 太ch 对 爹 娘 爹 爹 爹 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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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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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 死人 天哪 屁 吓 你 吓 喊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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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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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別哭了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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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殺我爹殺我娘 楚月 師父 怎麼 又想起以前的傷心事了 這麼多年 我們一直相依為命 你是我一手養大的 雖說名為師徒 但其實 我一直把你當成我的親生女兒 我把對我死去孩子的愛 都清除在你的身上 師父 您對徒兒恩重如善 徒兒是知道的 可是知道又能怎麼樣呢 我始終不是你的生身母親 師父 您這樣說 徒兒都無敵自容了 月兒 我不想再看見你難過 你去尋找你的妹妹們吧 只有了卻了這種心願 你才能真正地 成為我冷眉的女兒 師父 你還在猶豫什麼 可是 師父 我擔心您 您現在身體還沒有恢復 萬一您的仇家尋來此地 您一個人怎麼辦呢 我不會有事的 她以為我死了 暫時我是安全的 師父 我不能為自己就這麼走了 月兒 別說了 只是為師提醒你 單憑胎計 就斷定她是你的妹妹 似乎有些不妥 我也知道 可是 要怎樣才能證明呢 去雲府打探一下吧 可是師父 將軍府遠在歡喜朕 我要是去了 誰來照顧您呢 我不願意再看到你難過 也理解 你要尋找兩個妹妹的心情 只有了缺了這種心願 你再回到為師身邊吧 師父 可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不想再因為高扶帥 影響我們的師徒關係了 總之這些話以後再說 你趕緊出發去找你的妹妹們吧 師父 您對我的恩情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只要徒兒找到了兩個妹妹 就一定會回來 到時候 您讓我做什麼 我都答應你 徒兒就此拜別師父 請師父保重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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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兒 你是我一手帶大的 我會不了解你嗎 你的兩個妹妹 就是你的致命傷 為了你的妹妹 你什麼都願意做 現在你翅膀硬了 再也不是以前的初月了 月兒 不要怪為師 這樣對你 這樣對你 我和小麻花要出去採一些藥材 三六 你去跟吉弟把我要的工具都取過來吧 雲燕 你要變什麼魔術啊 我們家小姐變的魔術能讓高公子起死回生 在下真是佩服雲燕姑娘 高雄身體日漸好轉 真是妙手回春啊 什麼 高福帥沒死 這不是羅衣道嗎 看來支開了楚月 我有更多的事要做 好 羅衣 你怎麼了 沒什麼 大家快去快回 此地不宜久留 我們要想辦法 儘快離開這個地方 嗯 少爺啊 你還是待在客棧裡安全些 跟我來 走 這羅衣是怎麼了 他是在擔心什麼 還是 還是在想中毒的事情啊 他就是這樣的 把書呆子捧上天 好像人人都要害他們家少爺一樣 走吧 走 好 走 走 走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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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啦 小哥呢 啊 少爺 慢點啊 啊 小哥呢 啊 我這是睡了多久了 少爺 你都睡了好幾個時辰了 少爺 喝點兒粥吧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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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哎 少爺 我的手 小哥呢 少爺 我的手 少爺 我的手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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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哪 快來人哪 少爺 少爺 你起來 少爺 快來人哪 我的手 少爺 少爺 我的手 小哥 小心 嫩嫩 姑娘 我這手也到底怎麼樣了 媛媛 不會真的有副作用 被我這個烏鴉嘴給說中了吧 她的身體裡還殘留著毒素 加上他精神紧张 导致他的右手暂时性经落麻痹 麻痹了 少爷 你的病怎么这么苦啊 少爷 起来 你在吵什么 你们家少爷刚刚睡 月月 是不是以后这只右手都没有用了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 你不是说麻痹吗 我是说暂时性经落麻痹 又不是永远的 哦 就是假死的意思 就是说一会就能活过来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别紧张了 你家少爷一会就活过来了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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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我现在没有右手了 我怎么配得上你啊 月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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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高副帅 在梦里都想着你呢 小疙瘩 我已经用银针刺进了他麻痹的经络 不 你呀 要好好照顾你们家少爷 我走了 云烟姑娘 那一会儿我家少爷的手再有问题怎么办 我不管了 这谁又惹这云烟姑娘了 还不是因为你家高少爷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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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刘啊 你看你找的这两人 还不如你呢 去去去 哪有那么多废话 快拿钱去 拿什么钱呢 你可不要赔了夫人 又折兵了我告诉你 早早的把你赔出去 我就省心了 说什么呢你 说什么呢你 我跟你说啊 我花钱是给你雇杀手的 我可没有花钱让你顾俩孝心 什么 我们不像杀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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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像杀 杀手吗 哎呦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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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稳当点 去 刘大爷 既然你看不中我们是吧 那我们兄弟二人就告辞了 别呀 别走啊 别走 别走 好商量 好商量 刘刘刘刘刘刘刘 刘老爷 我 我 我跟你说 我们在杀 杀 杀 杀手里 一是有道德 是 是 知道吗 不不不能说你让我杀 杀 杀 杀谁 我 我就 杀 杀 杀谁 对对对不对 谁谁谁谁 听见我大哥说了吗 我 我们都是专业的 对对 就 专业 我说大哥啊 你看着我说话好不好啊 我没看着你吗 那当我看着你老婆 错错了 对 那娘们儿就是你 请问二位大哥在江湖上有什么称号 必必必必须一伙 我跟你说 我江湖人称 我江湖人称 夺命对眼儿 刀 收好 老刘 这有点意思啊 我的眼力不错吧 不错 不错 那既然这样 二位大哥就耍他一套刀 给这娘们儿看看 没问题 刘 刘 刘老爷 没问题 刷刀是吗 兄弟 给他亮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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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神龙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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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不好意思 酷子掉了 我说二位呀 你这功夫太大了 真是专业 专业呀 刘老爷 这这这 不 不 不算啥 是 还有个个个个个专业的 是吗 你 摆 摆布 传扬 刘老爷 我给你来 是个 那个 坠道 对对对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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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功夫是太大了 我二位算是开了洋了 对 那那那刘 刘老爷 我算明白了 那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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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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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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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好意思 是 是 是 走走走走走 走了走了 告 告 他说告辞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二位走好啊二位 老婆子怎么样 老刘 你觉得这两个人能成事吗 咱们家里就这么一点点的钱 能够请到这二位 这样的突神瞎鬼就不错了 你打听了多少内幕你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让你大哥的儿子 来到咱们好酒香 我就跟你没完 我告诉你老婆 这件事情 我已经派人摸过底了 这个刘恒久 始终是姓他母亲的姓 叫什么来着 叫做陈三六 陈三六 陈三六 估摸着陈三六这个小子 已经是在来好酒香的路上了 老刘 你可以去找高相扇呢 他肯定能帮你解决问题 你别乱说 找高相扇 这个老狐狐狸要是差劲了 他抓住了刘恒久 以他为代价和我大哥交换酒庄 到那个时候还有你我什么事吗 老刘 那咱们不是死路一条了吗 你就等着瞧吧 我自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云烟姑娘 你看 我家少爷的右手还是没有反应 你快去看看吧 什么 还是没有知觉 难道 我的判断有误 你先去看看吧 等等小疙瘩 我要去取我地药箱 云烟姑娘我去 你是大夫我是跟班的 你让我去 你去看我们家少爷吧 你怎么了 云烟 我的右手 怎么了 这样有感觉吗 马 那 这样呢 痛 哎 你试一下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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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哎 又马又痛 哎 哎 哎 小疙瘩 你来得正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家少爷的右手 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 哦 云烟 你要干什么 哎 哎 小疙瘩 你用手有知觉了 嗯 那个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哎 疼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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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死了哎呀 我不舒服啊 转不过气啊 云烟 你说我是不是中毒太深了 你不能走啊呀 小疙瘩 你哪有疼啊 好啊 我就留下来陪你 哎 可是 这可是你要求的哦 你可不要后悔 只要你肯留下来 我绝对不后悔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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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呻绢爷 没想到你还会绞法 真不愧为当代神医 周济式的外孙女 嘿 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医术 还这么高明 哎 我跟你说啊 要不是你啊 说不定我的伤势还没这么快好呢 少爷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 你脑子才有问题 这样过去 云烟 我本来以为这个脚法有多疼呢 没想到 没想到 只是向蚊子咬了一下而已 云烟小姐 我家少爷身子骨比较娇贵 惊不惜你这么折腾 你看他背后都成馒头山了 我这样子算折腾他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小疙瘩你说什么呢 胡说八道的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 叫做良药苦口 这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越痛才会越有效果 云烟姑娘你继续啊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我可以换别的治疗方式 不不不不 一点也不痛 云烟姑娘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这只不过像蚊子钉一样 你继续啊 那我继续喽 云烟姑娘 你 你相不相信缘分啊 我特别相信缘分这种东西 缘分呢 让我们两个 认识 好 高少爷 我的治疗完成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背上的竹筒怎么办啊 这些罐子 要在背上多放一会儿才可以摘 你就让小疙瘩 帮你拿下来吧 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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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麻花你们别走啊 云烟 少爷 小疙瘩小疙瘩 我背上这些竹筒啊 又疼又烫啊 痛死我了怎么办啊 你帮我取下来 快快快快 你到底会不会啊 怎么会这么疼啊 那我去叫云烟小姐回来啊 别别别 还是你来吧 少爷 我到底是取还是不取啊 云烟啊 我的亲娘 不不不 我的亲姨娘 不不不 这个高福帅 上过一次还是第二次亏 活该 笑什么 好戏 还在后头 来 三六 请 高雄这么快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真是太好了 中毒一事 还真得谢谢大家 我高福帅在此真是感激不尽 你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云烟姑娘 若不是她日夜颠倒照顾你 你恐怕没有这么快康复 对 我真得要好好地谢谢她 听说云烟姑娘用家传的脚法替你治疗 看来真是颇有成效啊 你怎么知道 吉地姑娘告诉我的 这个云烟呢 为得让我脱一层皮 她才能干些 罗叔 怎么 罗叔 不欢迎我啊 不会不会 来 请坐 好 我们刚说到兴致呢 就被你给打断了 这个 你们哪 就当我不在 有什么话继续说 那怎么行呢 罗叔 你来找我们俩 有什么事啊 不会是刚刚在门口偷听 然后觉得我们的话题有兴趣 想加入吧 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高公子 你中毒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哦 是这样的 那天在街上呢 有一个老婆婆摔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扶起来 准备送她回家 结果在路上 她突然就拔出了毒针扎向我 之后我就神志不清了 连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了 莫非是遇到什么仇人了 怕什么就来什么呀 少爷 咱们还是要从长计议 不可凭一时的义气啊 高兄 那人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人口口声声地说 我的死期到了 是不是我爹又结下了什么仇家 如果在之前我早一点听楚月的 就不会有事了 这里还有楚月什么事情啊 我遇到楚月的时候 她跟我说要让我小心一点 最近有可能会有仇家来追杀我们高家 来追杀我们高家 楚月 冷门 冷子五毒 还有你 这一切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样 这个 真的是我吗 我就说嘛 我本来就立志天生 平常嘛 只是欠缺打扮 平常我和我们家小姐是为了掩人耳目 迫不得已才做男装打扮 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一副男人的样子啊 哎呀 这还不都怪我妈 啊 她呀 为了讨好我爹 从小就把我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 时间长了 我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 怪不得你总是这么粗鲁 你得女人味都没有 我也不像啊 那也没办法呀 哎 吉弟 不如我教你怎么当一个优雅的女人 真的啊 嗯 我们就从最基本的走路开始 好啊好啊 你学我这样走了 好啊 再稳住 哎呀 哪有人像你这样喝水的 你是像我 连喝水都不像女人吗 不是的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直爽豪迈 是我没有的 很多人都很羡慕你的直爽 你的纯真 你的无所畏惧 啊 还会有人 羡慕我 当然喽 像我就很羡慕你啊 我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 完全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精彩的 你这么安慰我 倒真像我的大姐姐 其实啊 我特别想有个妹妹 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谈心 一起喘祸 可惜我是个独生女 不像你 哎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不如我们结拜姐妹吧 以后可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哎呀 老天爷真是奇妙 让我们姐妹俩碰在一起 还记得在监视口的时候 你被那个汤圆圆拽住不放的狼狈样 还记得你被天骄仪拿着大刀追杀的狼狈样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夫人 走天涯 一路风雨沙 迎走欢歌 起落也不怕 你已转身 满天才下 夕阳如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